這個單元我們要展示這個配方法 配方法實際上在剛才那個立體裡面已經用過了 不過剛才那個立體呢 比較複雜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這個 像這邊這個 比較稍微簡單一點的立體 就是這個A4次加A平方的加上1 這個呢 你要下去把它做音式分解 那這個呢 我們沒有辦法下去分 但是我們想到呢 就是呢 如果說 把這個中間這一項 A平方 把它呢 變成呢 這個 2A平方 然後再減一個A平方回來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把這個一個A平方 拆成兩個A平方 再減一個A平方回來 好 那如果你這樣子做的話呢 那麼前面這三項就可以配成一個完全平方 所以我們這邊呢 這個方法把它叫做配方法 那這個是什麼的完全平方呢 它其實呢 就是A平方加1的完全平方 好 然後再減掉後面這個A平方超下來 好 然後再減掉後面這個A平方超下來 好 那前面這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就是呢 你如果把這邊看成是大A 好 加上呢 B的平方 好 那這個A加B完全平方 就可以把它拆成呢 A平方 加上2AB 再加上呢 B平方 好 因為這個A呢 大A是小A的平方 所以 A平方 大A平方就變成 小A平方再平方 就是A的四次了 好 那這個大A要把它換成小A的平方 那大B呢 就是1 好 這個B就是1 那1的平方還是1 好 所以上面這個粉紅色這個括號裡面 這三項 我們就可以把它處理成呢 底下這個完全平方 好 那處理了之後呢 好 這邊就變成呢 這個平方X的公式了 平方X的公式 所以呢 我們現在把它圈起來 就是呢 如果你現在把 這一個括號裡面 看成是X的話 把後面這個呢 看成是Y 所以我們現在得到的就是 X平方-Y平方 那就可以把它拆成 X-Y X加Y 然後X-Y X-Y 那因此以這一題來說的話 這個X 就是A平方加1 好 那加上這個Y 大Y就是A 好 那X呢 就是A平方加1 然後減掉這個Y Y就是A 好 所以你再把它呢 加密排列一下 這一題因斯分解就 得出來 就是變成A平方 A平方加A加1 再乘上呢 A平方-A再加1 我們就可以把它因斯分解成像這種格式 好 像這種格式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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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